王牌例题五 三个驻路队 共驻路是1360米 甲队驻的路程是乙队的两倍 乙队比丙队多驻了240米 问三个队各驻路是多少米 那么其实当我看到题目中这一句话的时候 甲队的路程是乙队的两倍 所以我就想把乙队看作是乙份 我就想把乙队看作一份 那么甲队是乙队的两倍 就是两份了 对吧 然后还有一句话 乙队比丙队多驻了240米 乙队比丙队多驻了240米 那丙队其实就很少的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三个队一共是1360米 这样好像图画出来 离我们的合备问题好像有一点偏离 对吧 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缺陷 不像我们之前做的题目是有小尾巴的 我们可以把小尾巴砍掉 这里是有缺陷 什么缺陷 这个饼它不足一份啊 对吧 不足一份怎么求啊 没有关系 我们前面有小尾巴的我们都砍掉 那么到了这里 有缺陷的我们就把它补起来 可以吧 饼它不足一份 我没发求 但是我把它补足一份就好了呀 它距离一份还差多少 乙是一份 乙比饼多驻了240米 也就是说饼其实还差240米 就是一份了 对吧 那么这240米我就给它补上嘛 也就是说大家都停工了 来饼 你再驻240米的路 那这样的话 饼也变成和一样多了 所以饼也是一份了 对吧 那么在总的路程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图上变 数量上也得变 饼又多住了240米 所以总数也要加240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是三个队一共住的路程了 对吧 然后来看一下图上是几份 来 鞋是一份 对吧 一份 现在饼也是一份了 两份 鞋是两份 2加2 一共是四份 所以我们来求 先来求一份是多少 怎么求 用现在的总数 1360加上240 除以总的分数来 1加1加2 1360加240 等于1600 1600除以4 等于400米 那么这个400就是一份 就是鞋的 鞋住了400米 那饼住了多少呢 鞋比饼多住了240米 饼实际上只住了多少 这个240啊 是我们脑补出来的 不是它实际上住的 对吧 我们要求它实际上住了多少 所以还得看题目中的这句话 鞋对比饼对多住了240 所以饼是400 减去240 等于160米 好 再来看一下甲对 甲对住的是 鞋对的两倍 所以甲对是400乘以2 等于800米 然后写上完整的答语就可以了 答甲对呢 住了是800米 鞋对呢 住了是400米 饼对呢 住了是160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我们把简单的示意图画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 我们明明是把鞋看作一份的 但是饼它竟然不足一份 实在是不好用合备问题来进行解答 那么我们就要想方设法 把它补全成一个合备问题 怎么补全呢 来 我们把饼的缺陷给它补上 把它补成一份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合备问题了 我们就可以进行解答了 对吧 所以在这里自己要善于做一个总结 我们前面遇到有小尾巴的时候 把小尾巴砍掉 遇到有缺陷的时候 我们把缺陷补齐 然后再进行计算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举一反三的巩固练习题 第一题 三个值数对共值数1900颗 甲对值数的颗数是乙对的两倍 看到这句话就要想到把谁看作一份 把乙对看作一份 乙对比饼对少值300颗 问三个对各值了多少颗 来画一个图 把乙对看作一份 那么甲是它的两倍 所以甲是两份 再来看一下饼 乙对比饼对少值300颗 所以这里是300颗 三个对一共值数是1900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一个基本的合备问题 我们左边应该是数一数几份 右边是总数 对吧 但是左边你看 一份两份三份四份 还多了一个小尾巴 对吧 这小尾巴怎么办 来砍掉 假设饼对没有值值300颗 饼对没有啊 没有多值值300颗 那么总数就是1900减去300颗 对吧 那么假设饼对没有值值300颗 那么饼对和乙对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 左图中一共有几份了 四份 要求其中的一份是多少 怎么求 用除法 用谁除以啊 用我们现在把小尾巴砍掉之后的结果来除 1900减去300 除以 除以 以的两倍 所以假就是400乘以2等于800颗 那么这是假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饼是多少颗 直接看图就可以了 饼实际上是比乙多值了300颗的 对吧 现实生活中是多值了300颗的 所以就是400加300 等于700颗 那么这是饼的 然后写上完整的打语就可以了 饼对是值了800颗 饼对是值了400颗 饼对是值了700颗 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多出一个小尾巴的问题 对吧 我们只要把小尾巴砍掉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题 城东小学有篮球足球和排球共95个 其中足球比排球少5个 排球的个数是篮球的两倍 看到这句话就想到把谁看作一份 把篮球看作一份 对吧 然后最后问的是这三种球个多少个 篮球 排球 和足球 这是篮球的数量 排球的个数是篮球的两倍 那就是两份了 对吧 然后再来看足球 足球比排球少5个 少5个 然后三种球一共是95个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基本的合备问题 我们左边应该是数分数就可以了 但现在我数不了 为什么呀 你来看 足球 它好像数不出来是几份 为什么呀 因为足球比排球少了5个 然后也没有告诉我们足球和篮球之间的背数关系 那么我们就想到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把他少的这个缺陷给他 哎 补起来就可以了 来我给他补上5个 假设 这是5个哈 好了 我给足球再补上5个 那现在足球就变得和谁一样多了 和排球一样多了 对吧 那么如果我把篮球看作一份的话 现在图中一共是有几份 一份 两份 三份 四份 五份 有五份了 对吧 那么总的个数也要再加上5个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要求篮球多少个 就是球一份是多少 怎么求 95 再加5 除以 括号里 来看括号里 是1加2 再加2 来 95加5是100 100除以5是20个 所以篮球是多少个 篮球是20个 那么排球呢 排球是篮球的两倍 就是20乘以2等于40个 然后来看足球 足球有多少个要回归到题目中 足球比排球少5个 那么排球刚才是40个 所以40减5等于35个 有同学说 老师你这图上不是40个吗 图上我虚显的部分 是我为了解题方面异想出来的 对吧 我在脑海里给它加上的 但实际上它有这5个吗 它没有 对吧 所以足球是35个 然后写上完整的打率就可以了 打篮球有20个 足球有35个 排球有40个 非常的简单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我们本周的小节 我们本周主要学习了什么 核背问题 什么是核背问题 来看一下定义 以这两个数的核 又这两个数的背数关系 求这两个数分别是多少的问题 称为核背问题 那么在核背问题中 会给出我们的条件 一般有以下两个 一个是大数和小数的核 另外一个是大数和小数的背数关系 那么我们在解题的时候 运用的基本的方法是什么呀 把小数看成一份 大数是小数的N倍 那么两个数合起来 就是一份加N份 等于N加一份 然后我们具体列式 或者说解题的时候 怎么解呢 小的数或者说较小的数 就等于和或者是总数 除以总的分数 总的分数是谁呀 N加一 对吧 那么求出来较小的数 然后大数呢 就等于小数乘以背数 或者是大数等于和减去小数 这两种都可以啊 求大数的方法 后面两个式子都可以的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 核背问题 它的定义 以知条件 基本方法和解题步骤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一起来梳理一下 解决核背问题的基本方法是 将小数看成一份 大数是小数的N倍 所以大数就是N份 两个数的和就是N加一份 那么通过如下的基本的数量关系 用总数来除以总分数 得到的肯定就是较小的那个数了 对吧 然后再根据两个数的和 或者是两个数之间的背数关系 把大数求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其实在和背问题中 用到的基本的数量关系 特别的好记啊 就是这个我们今天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了 较小的数等于和除以 括号里N加一 N是什么呀 N是它们之间的倍数关系 大数是小数的N倍 然后再求大数 就是根据倍数关系 或者是它们之间的和 来进行求就可以了 好了同学们 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主要内容 希望同学们回去之后 及时做一个梳理和巩固举一反三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 我们下期待